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注定的 你的改变会推迟它 击败它 或者是有可能让它消失 你只是跟死亡打过一个照面而已 我们今天打的是一个脑洞题 脑洞题的意思是 这件事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一件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呢 是因为我们想要用不同的角度 来重新理解一次 我们所熟悉的现实 今天大家一直都在聊死亡的时间 好像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聊到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时间 是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的 它会不会变动 你要知道因为真实的世界 是由一连串随机 混沌 细小的决策 以及漫长的因果链所组成的 蝴蝶效应 一个蝴蝶扇动翅膀 可以在远方引起风暴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时间 他头顶上有一个数字 你转头 数字怎么少一半了 因为刚才在那一念之间 他想 本来明天安排的体检 算了吧 懒得去了 你再转头 数字怎么又加回来了 因为可能在远方 某一个实验室里 他们正在欢欣鼓舞 一款新药 刚刚通过了实验 半年后上市 再回头 为什么这数字变成个位数了 因为可能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 今天晚上 有一个人醉醺醺地离开了 餐厅之后决定 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家 也就是说 其实你要知道 在正常情况下 你们每个头上的数字 它会像风扇一样 一直转变 每一个起心 每一个动念 每一个小小的改变 它都会转 所以我说不说 我说不出来 我看得到 我说不出 可是 可是也许有人不服气 说你讲了这个不对 不是今天的变题 今天的变题是 这个数字不能动 它不能变 那就更可怕了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宿命论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阎王要你三斤死 谁能活到五更天 也就是说 所有的锻炼 良好的心态 正常的作息 数字不会加一秒 所有的重情深色 糟蹋身体 数字不会减一分 所有科学家的才华 实验室里的雀跃 所有工程师 努力建造安全的桥梁 稳固的大楼 数字都不变 这是吓死人的世界 你走在路上 无数的人迎面而来 他头顶上冒的数字 无数的因果 无数的决策 无数的想法 而数字一个变化都没有 阎王要你三斤死 谁能活到五更天呢 这是什么世界啊 这世界太恐怖了 我们的自由意志 所做的一切决定 一切想法 不改变任何事情的呀 甚至 还有自由意志可言吗 也许我们都是某种 被私线掉了的木偶 这种电脑非常好 这个秘密泄露出来 大家怎么活 噓 这个不能让人知道的 我喜欢一部电影 蝙蝠侠 黑暗骑士 他里头有一段台词很棒 那段台词的背景是 充满正义感的白骑士 因为受到小丑的影响 堕落成为双面人 圆蝠侠打倒他以后 他说 不行 他不能以这样的形式 倒下 他是所有人争议的希望 他告诉我们人 还是有善良的 还是有人会坚持 对抗黑帮的 他不能以这种形式倒下 所以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做的 所有的恶民由我承担 你们会放狗追我 你们会来派人来逮捕我 让我来承担这一切 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段台词我特别喜欢 也完全用在今天这个场合 他说 因为有时候真相还不够好 因为有时候 人们值得得到更好的事物 因为有时候 人们的信念 值得得到回报 所以 你会决定把这个秘密 封起来 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你走在路上 日复一日看到 同样的数字流过的时候 你守口如瓶 可是心中默默祈祷 也许哪一天呢 也许哪一个时刻呢 也许哪一个数字 突然动了一下呢 那多好啊 在他没有动之前 我不能把这样的世界 我直接告诉他 于是我 一路往前 看着不变的数字 当做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而 而有时候你也会想 也许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呢 也许这是一个千百年来的 杰利赛 在我之前也有人拥有过这个能力 他们也看到过别人的数字 可是他们一样聪明 他们能想象到这个不变的数字 代表的意义 他们通通选择不说 一代接一代的秘密 没有人说 他们跟我一样走过了人世间 看到了所有固定不变的数字 然后决定不说 并期待着下一次 也许下一代 也许下一个二十年 一百年 哪一个数字会动一下 那时候也许四线断了 对不对 我们不再是木偶 所以你看 如果这个数字会变 我们说不出 如果这个数字不变 我们不能说 而在这个时候 如今会来念我 他说学校 你为什么打所有题目都这么沉重 所以也许我最后聊个轻松的 我的女朋友叫葛丽 她 她的笔记本上 在很多的纪念日 女生都喜欢这个 在纪念日上做了很多的记号 我看过她的笔记本 其中一个日子 她做了特别明确的记号 那不是我们的纪念日 不是她生日 也不是我生日 我说这什么是日子 她说 这是她第一次 邀我去看电影的日子 我说你记这个日子干什么 格丽是个动漫宅 脑子在喜欢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 她是认真地想过 万一哪一天 她一觉醒来穿越了 她回到人生再活一次呢 她说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 其他的就算了 可是她一定要记得 在这一个日子里头 要黄之中去看电影 不然也许我们就 不会在一起了 那是她最重要的日子 这就是你说的 那个轻松的故事 我有没有 还没有 那不相对嘛 那相对嘛 我有没有 我觉得重要的日子呢 我有啊 1982 0624 这是我觉得重要的书 这是我的生日 没错 这是虫仔的生日 你有病吗 因为它同时 是我们家WiFi的密码 对我而言 我也在想过啊 哪天我大线已到的时候 告诉我什么时候死 跟告诉我WiFi的密码 后者重要多了 死不可怕 死前不能上网 太可怕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重要的数字 那个数字甚至不用别人来告诉我们 你有多少人爱你 这是一个数字 你这辈子 最喜欢的地方去过几次 这是一个数字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每一个电影院的海报都会告诉你一个数字 叫做本片全长120分钟 重要吗 不重要啊 你不会看完了本片全长120分钟跟150分钟之后 你这片就说好那我不看了 没有的 电影的内容重要 本片全长不重要 从仔是一个很好的人很重要 如果要有人爱你的话 数字里头会加一个是我 至于你的电影全长不重要 跟你的身高一样不重要 职中的那个角度 其实是非常 非常严密和清奇的 天哪 它简直太恐怖了 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爱奇艺